夜里九点多时程文远散步回家 快到小区门口时 一辆收废品的电动三轮车停在他身边 开车的那老汉犹豫了一下 询问问是不是程文远成对 程文远仔细打量了一下他 戴着口罩实在看不出是谁 老汉表示他是厉害 随后就跳下车同时把口罩拉到下巴下 露出一张满是疙瘩的脸 这张脸在昏暗的路灯下显得格外猙獰 程文远立即就想起来了 二十年前自己刚到警队时 这个叫李海的人因为喝酒 一口气打伤了七八个人 是程文远冒着生命危险摁倒了他 程文远询问李海想干什么 他警觉的后撤两步随时准备应对突发情况 其实李海并不是来报复的 李海当年入狱后就离婚了 等到出狱时前妻再嫁 将女儿李莲交给了他 他对这个女儿百般疼爱 女儿也从不嫌弃他 但李莲长大后就渐渐变了 特别是最近动不动就嫌弃他的身份 质问他为什么是个收破烂的 而不是个当官的或有钱人 几天前李莲突然说要出去打工 可是一连三天了 李海联系李莲电话总是关机的 让他很是担心 李海询问这种情况他能不能报警 他高大的身躯因为卑微而显得缩头缩脑的 程文远松了口气告诉他 警方立案的条件是一般失踪24小时报案 失踪48小时立案 而李莲已经三天没消息了 可以去派出所报案 李海感激的说了声谢谢就走了 程文远看着他的背影有些感慨 三十多年前李海是何等霸道彪悍的风云人物 如今也到了为儿女担忧的年纪 李海走后程文远正要进小区 队员田红的电话就到了 南郊山发现了一具尸体 车子马上来接他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侦察院频道 我是本期主播老黄瓜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那么就订阅我们吧 接下来继续讲述我们今天的故事 几分钟后田红开着车子来了 上了车田红介绍了情况 一个多小时前一队也鸳鸯 因为疫情原因各自的小区封了 憋得受不了 就约好了一起出门约会 但这时又不敢去酒店 于是就想到去南郊山野站 南郊山顶有一块平坦的大石头 如此月朗星稀的凉尘美景 大地未闯天空违背 沐浴清风明月畅行人声快事 也算不负自己了 他们顺着小路上山行道半山腰时 突然感觉路边有什么东西亮了一下 女的好奇心从于是调整身体角度去看 路边的草丛深处有个光点 应该是什么东西反射了月光 好奇心驱使就较难的过去看看 男人拨开草丛找到发光点 却是个打开的化妆和他大叫倒霉 不想这时脚下一软镜线进去半只小腿 而且像是踩到了什么东西 硬硬的又有些弹性 泥土很松两人一起挖 很快就挖出了一个行李箱 打开是一具女人赤裸的尸体 不知道为什么 程文远突然想到了李海的女儿李莲 程文远询问死者身份清楚没有 田红回答目前还不知道 技术组已经过去了相信会有所发现的 南郊山腰处 几个临时拉起的大灯照的四周亮如白昼 两个报案人战战兢兢的躲在光影之后 程文远看了看现场 不得不赞叹凶手的心机 埋试地点既不是山脚也不是山顶 两旁也没有值得停留的风景 况且此时路两旁已经长满了野草 等到夏秋季节野草茂盛盛 就更不会有人注意到这了 而到了冬季就算草枯死了 但泥土板节更是难被发现 盛装尸体的拉杆箱很大 身材娇小的死者装在里面还有空余 法医何荣正在和技术人员在忙活 程文远没去打扰他们 来到那队野鸳鸯的面前询问了一些话 让他们留下联系方式让他们走了 随后继续来到尸体前 何荣讲述死者女年纪18到20岁 身高1米62 体重约50公斤 肩甲部位有表皮包脱和皮下 基层出血 颈部有水瓶状锁沟环绕 初步判断是以卧倒的姿势被人 从背后勒死的 死亡时间约两天 具体要等回去后再检查 另外在锁沟处找到了一些纤维 可能是凶器 同样要回去再查 目前没有证明身份的东西 但埋尸地点找到了一个化妆盒 不知名品牌里面的化妆品质量也比较低 可以肯定死者并不富裕 程文元点点头让田红准备寻找师员的通稿 明天交由电视台和各公众号发布 同时让人调查沿路监控查找近十天的录像 凶手能找到这样的地方埋尸肯定来踩过点 而且杀人者往往有回到现场观看的心理 好在南郊山路段只有一条路 路中间虽然没有监控 但路两端是两个红绿灯 交警队应该有监控录像 吩咐完后城文元习惯性的看了看时间 3月20日凌晨2点 何荣连夜解剖了尸体 内脏器官没找到什么一点 但从死者的下体提取到一些凝固的液体 化验后证实死亡前曾发生过性关系 此外死者手足有勒痕 后背大腿处有大面积轻子 可以断定死前被虐待折磨过 很有可能是强奸杀人 城文远询问能不能判断死亡时间 何荣表示死者腹右下呈青绿色 皮肤出现轻度腐败静脉肉 下肢尸僵也缓解 角膜完全混浊但巨人观不明显 判断为48小时左右 推测为3月18日24时左右死亡 现场没有提取到有价值的指纹和脚印 除了那对野鸳鸯之外 还发现了一些树枝划过的痕迹 应该是埋尸人刻意破坏自己留下的脚印所为 凶手行凶后能找到那样的地方埋尸 之后还有心思抹去痕迹 说明凶手比较冷静 很可能是有一定身份地位的 或者见识比较广有一定社交能力的 何荣从死者雷痕处找到的纤维属于麻制品 凶器应该是麻绳之类的东西 但这种绳子太常见了没什么跟进的价值 现在只能先确定死者的身份再说了 正这时田红打来电话 让陈文元赶紧回办公室 陈文元赶过去一看是李海 李海是来认诗的 县里的几个公众号看出来后 他立即就认出那是自己的女儿李莲 他看着陈文元嘴唇哆嗦着要看看女儿 陈文元考虑到尸体正在解剖 担心他看了后更受不了 但李海坚持 陈文元也就只能尽量拖延时间 让何荣尽快将尸体处理得不那么可怕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李海见了女儿的尸体后 却并没有表露出什么过激行为 只是用粗糙的手指轻轻摸缩着李莲的脸庞 老泪纵横出了法医室陈文元给他倒了杯茶陈文元告诉李海他先止住 悲伤 昨天他说过最近孩子变得特别叛逆了 知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 是不是 认识了什么人 李海呆愣愣的做着半赏才回过神来 摇了摇头 随后就借口头疼回去了 陈文元看着他的背影叫来两个队员 让他们暗中跟着李海 田红很好奇人手这么紧 为什么要为李海动用两个人 陈文元表示李海肯定知道 李莲是因为什么人而变的 也认定了那人就是凶手 他不说应该是想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 二三十年这个男人是出了名的狠角色 现在为了给女儿报仇估计不会有什么忌惮 因为李海的不配合 给案子的进程带来了一定的停滞 但好在寻找师员的消息发出去后 又接到了几个认识李莲的人打来的电话 陈文元调查后 大致得出了死者的一些信息 李莲高中毕业后曾出去打过工 两年前因为疫情回来之后就一直在县里 曾做过售货员 文元也做过网商 有人觉得这一两个月他的变化确实很快 爱打扮了对父亲的态度也变了 还有人认为这是因为他认识了孙昊的原因 孙昊人称孙公子是县劳动局孙局长的儿子 父亲做官 母亲做生意 不管才还是是在县里都算不错了 所以孙昊养成了顽固子弟的作风 开好车喝好酒还要泡好妞 用她的话来说就是采花成瘾 一天也离不开女人 本来她与李莲是两个阶层 本不会发生什么交集 但有一天孙昊开跑车蹭了李莲一下 就有了交集 可能是李莲没有风月场那些女人的浮夸娇柔柔 孙昊开始追求他两人很快就同居了 但不知为什么很快又分手了 李莲很伤心告诉朋友要出去打工 离开这个家离开这个地方 程文远立即找到孙局长 孙局长一听儿子涉嫌命案连声说不可能 又表示儿子虽然贪玩了些 但不可能会杀人的特别是杀女人 他没有那个必要 程文远表示现在只是调查没说他杀人 孙局长现在马上打个电话让孙昊回家 孙局长无奈只得给儿子打了个电话 但电话并没有接通他犹豫了一下 再拨还是没通这下子不由的有些慌张了 这时门突然开了 一个长相帅气的小伙子走进来 表示他都到家门口了打什么电话 孙局长顿时长松了口气指着孙昊表示 他儿子肯定不会杀人的 孙昊很茫然 程文远上前说了自己的身份 又跟他说了案情 得知李莲已死 孙昊惊讶过后又恢复平静 表示女人到处都是他不至于杀人 程文远询问他们应该是谈过恋爱了 为什么会分手 孙昊开车蹭到李莲后 见是个模样单纯的女孩就想换个口味 可是单纯的女孩虽然有新鲜感但也有麻烦 李莲对他付出一切后 就以为两人会一直厮守在一起 可孙昊向来十万花丛中过片夜不沾身 不肯围一棵树放弃整片森林 于是后期几乎都在吵孙昊一气之下 就找了几个女人同时住在自己的别墅里 夜夜深刻将李莲气走了 程文远表示李莲的父亲觉得李莲 最近一两个月变化很大 这正是孙昊和李莲在一起的时间 孙昊知不知道李莲是因为什么变的 孙昊认为不过就是睡了个女人 他每天都离不开女人 没有心思去了解他们的心理变化 见孙昊不怎么配合程文远想了想 随后询问孙昊有没有见过李莲的爸爸 孙昊面无表情的摇摇头 孙局长却是脸色大便欲言又止的样子 程文远解释那个李海 就是二三十年前的程熙老海 现在他很可能以为孙昊 就是杀害他女儿的凶手 如果孙昊不把知道的实情说出来 可能警方也没法救孙昊 孙昊不屑的大笑 不再理会程文远静职去了房间 从孙局长家出来程文远去了李海家 李海住在郊区一幢破旧的平房 院子里堆满了废品 李海正在将一堆堆纸壳打包 手脚都很稳看不出情绪波动 一辆电动三轮车就停在边上 上面摆满了新收来的废品 程文远递了根烟过去李海接过点伤 李海表示知道程文远是来看李莲的房间的 之后告诉程文远左手第一家 门上画着只老虎的那间 门口的老虎很显然是李莲小时画的稚气十足 李莲的房间与其他女孩的房间没什么两样 有成堆的毛绒玩具 程文远看了看有些连标签都没打开 这对家庭幸福的孩子来说可能微不足道 但对于这个家庭 可以看出来李海是多么宠爱他 房间里的信息不多 程文远出了房间 来到李海面前 表示他知道李海想干点什么 想干之前能不能通知他一下 当年他还在实习期间就能亲手抓到李海 现在李海应该相信 他同样可以抓到凶手 李海沉默不语 从李海这里走后 程文远吩咐蹲守人员一定要看好他 这个人越不说话就说明他越想干点什么 何荣那边传来消息 在麻纤维中分离出了石灰和水泥成分 程文远立即想到了工地 附近有几家正在施工的大型工地 程文远带人一家家去查 但这项工作比较繁琐 从李远体内提取的体液虽然可以作为证据 但只能在找到一范后进行比对 而无法用来调查一范 一队人忙活了两天仍一事无成 这天蹲守李海的人打来电话 李海昨天夜里骑三轮车出去过 可能是趁夜捡破烂去了 但中途离开过他们的视线 时间大概为二十分钟 程文远大怒认为深更半夜跟一个老头 居然跟丢了二十分钟 这二十分钟对于一个曾经的惯犯意味着什么 放下电话程文远立即带队再次去李海家 路上接到孙局长的电话 孙局长惊恐万分地表示孙昊不见了 昨晚他去夜店完就没回来了 电话也不通 程文远什么也没说就挂了电话 孙昊如果有什么事 他这个父亲应该负一大半责任 李海堆满破烂的院子一角 一架木梯搭在墙盐 像当地农村杀猪一样 孙昊手脚都被悬绑在梯子上 眼睛被两根竹灭撑得很大 显然李海是要他看清楚 自己将要对他所做的一切 李海拿了一把满式铁锈 刀口和了七八个口子的匕首 在慢慢地割他一直脚掌 孙昊嘴巴被堵痛得全身直打颤 眼泪鼻涕一个劲地流下来 李海视若无睹继续搁着 刀口一顿应该是拉到骨头了 他点了根烟 一边抽一边继续不紧不慢地搁着 直到程文远带人赶到 李海这才急了拿起钝刀扎向孙昊的肚子 程文远及时将他扑倒 告诉李海孙昊很可能不是凶手 挣扎中的李海突然就泄了气 孙昊的伤导不是很重 因为李海是想把他折磨够了再杀 但这也让他受到了极大的惊吓 根本无法询问 孙局长文远赶来见到儿子这般模样 竟怪罪刑警队没有及时破案 程文远冷声回应 如果孙昊早点跟他们说出实情 不至于发生这样的事 现在如果不把这案子破了 以他对李海的了解李海有生之年 孙局长他们很可能都会活在李海的阴影之下 在这番话之下 强撑着的孙局长终于撑不下去了 说出了孙昊与李莲分手的原因 李莲曾来找过他想得到他的认可 再由他去劝说孙昊 但孙局长问了李莲的身世后 自然不会同意 不仅如此还劝说儿子早点跟李莲分手 孙昊早就想跟李莲分手了 于是就借口李莲爸爸做过劳提出分手 这也就是为什么李莲 对李海的态度突然变化的原因 只是李莲对于男女关系极为传统 坚持认为自己身子已经给了孙昊 他就应该负责 孙昊很烦躁不止一次的告诉李莲 认为自己身子纯洁 那就找几个粗糙汉子办了李莲 让他自觉分手 孙局长解释这只是一时气话 他儿子不可能这么做的 程文员问了一句孙昊认不认识建筑工人 孙局长表示这个不知道 但局里正在建办公楼 工头钱张来过他家几次 听到这里程文员立即意识到自己疏忽了 这两天只关注大型工地 没想到单位的小工程 他立即带人去了工地找到钱张 钱张承认自己跟孙昊认识 但绝对没听过孙昊要找几个工人办李莲的事 就算听到了自己也不可能这么做 程文员想了想继续问他 这几天有什么工人举止一场 比如谁突然有钱了 或者突然辞工了 钱张摇头 前段时间工地出了个阳性 工程已经停了好几天 这边谈得差不多了 那边和荣也从仓库出来 他和同事给仓库里所有的绳子都编上号 带到局里去了 孙昊一直没有恢复 精神科医生基本确诊他是被吓傻了 能不能恢复还要看后续治疗 对此和荣的解释是人如果受到惊吓 机体会自动命令机体做好很高级别的准备 如果当时自动释放的化学物质 或大脑神经信号过大等 而个体又技能性基因性的无法承受 则可能发生过度反应 吓死或吓傻并不是嘴上说说的 不过从孙昊的银行卡流水上来看 近期并没有什么异常 这位公子哥的消费虽然高 但一直都在平均之内 如果雇佣杀人不可能不花钱 案子又陷入困局中 不过承荣很快就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工地的麻绳与死者身上提取的纤维相似 甚至从一根绳子上提取到了死者的DNA 也就是说凶器找到了 那么找到了最后一次使用这根绳子的人 也就相当于找到了凶手 因为近期工程停工工具所在仓库中 所以最后一次使用绳子的人 一定是有钥匙的人 这几条线索一整理 那个人也就胡志愈出了 程文远下令兵分三组 一组去工地重点检查仓库 那里极有可能是命案现场 一组去钱章的家 并调查案发当时钱章在什么地方 三组留守继续查看南郊山附近的监控录像 程文远带人去了钱章家 路上田红问了一个大家都觉得困惑的问题 按他们目前的判断孙昊并没有雇佣杀人 而钱章又与李连毫无关系 为什么钱章会杀李连 是不是临时起义 程文远摇摇头 表示劳动局准备做一系列土木工程 自然是孙局长这个一把手说了算 虽然现在都是公开招投标 但里面可操作的地方太多了 钱章现在这个工程只是其中之一 他想继续拿到其他工程 于是就对孙昊这个公子哥极尽巴结 很可能 他听到了孙昊埋怨 摆脱不开李连的牢骚 于是就主动投其所好 做刑警久了就会发现 人性在利益面前真的算不了什么 钱章有可能一开始并不想弄死人 但李连倔强钱章担心弄巧成拙 索性就杀了李连 几组人的消息陆续反馈回来 一组的成容证实了仓库就是杀人现场 现场提取到了李连的血迹 同时还在一把锄头上 提到了与南郊山山土相似的泥 很有可能就是埋尸所用的工具 二组由程文远带队控制了钱章 虽然钱章矢口否认自己杀害了李连 但在他的工具车上 找到了葬事皮箱表皮掉落的碎屑 同时通过体液对比 证实了他与李连临死前发生过关系 三组从监控中发现 钱章的车子几乎每天早上都会经过南郊山 用半个小时左右爬上山再从另一头出来 但3月18日23点15分 他的工具车经过南郊山路段 到19日凌晨3点20分才从另一头出来 三个小时时间他在干什么 种种证据摆在面前 钱章这才不得不承认杀害了李连的事实 他确实是想继续得到孙局长的工程 于是大力八戒孙浩请他喝酒唱歌 那天孙浩喝多了办事嫌弃办事炫耀的表示 自己正被李连缠着凡得狠 那李连自以为纯洁 让钱章去找几个粗人干了李连 事办成后以后的工程肯定是钱章的 听后钱章拍着胸脯就答应了 半途钱章临时有事先走 出了酒吧大门 发现李连正在门口等着孙浩 于是钱章就假意带李连去见孙浩 骗李连上了车又将他拉到了工地上 等到他发现不对时已经被打倒在地了 钱章借着酒禁发现了授欲后 让李连早点离开孙浩 哪知李连听出了破绽猜到是孙浩指使钱章的 李连要去告诉爸爸李海让李海砍了他们 钱章害怕事情败露反而得罪了孙局长 于是一咬牙顺手抄了根麻绳勒住了他的脖子 等到李连死后 钱章想到经常去爬的南郊山 于是回家拿来皮箱又来到工地 将尸体装好顺手拿起了一把锄头 孙局长得知后连升为儿子辩护 他儿子那只是一句醉话一句气话 是钱章过度解读了 孙浩可不是幕后策划者 程文远冰冷地认为做父亲的做到这种地步 不知道是孩子的幸运还是悲哀 孙局长顿时像被抽去了金一样 一下子就瘫在了地上 程文远来到看守所见到了李海 一开始李海还很平静 但听到案件已经侦破了后 突然就失声大哭 认为穷人家的孩子就是不是就不是人 那些大人物一句戏言就可以毁掉李连的生命 他们穷人到底做错了什么 程文远想安慰他 但张了张嘴却不知道说什么 好了 本期故事到此结束 我是主播老黄瓜 如果你有什么想和我们说的 请在视频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吧